生生态学也称为环境生学或生井研究 是透过声音研究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 生学生态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 由音乐家、作曲家、西蒙弗雷泽大学前传播学教授 R.Marie Schaefer及其在西蒙弗雷泽大学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研究开始 世界音井项目在生生态学也称为环境生学或生井研究 是透过声音研究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 生学生态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 由音乐家、作曲家、西蒙弗雷泽大学前传播学教授 R.Marie Schaefer及其在西蒙弗雷泽大学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研究开始 世界音井项目在生生态学也称为环境生学或生井研究 是透过声音研究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 生学生态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 由音乐家、作曲家、西蒙弗雷泽大学前传播学教授 R.Marie Schaefer及其在西蒙弗雷泽大学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研究开始 世界音井项目在生生态学也称为环境生学或生井研究 是透过声音研究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 生学生态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 由音乐家、作曲家、西蒙弗雷泽大学前传播学教授 R.Marie Schaefer及其在西蒙弗雷泽大学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研究开始 世界音井项目在生生态学 是透过声音研究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 生学生态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 由音乐家、作曲家、西蒙弗雷泽大学前传播学教授 R.Marie Schaefer及其在西蒙弗雷泽大学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研究开始 世界音井项目在